第三百一十一集 成继人伟崔和伟义 商人杨广 继人周宗 同时聚众起兵 响应流玄的汉军 他们进攻平乡 击杀王莽阵容大隐礼玉 伟崔哥哥的儿子伟霄 一向有很好的名声 喜爱儒家经典 伟崔等共同推举伟霄当上将军 伟崔当白虎将军 伟义当左将军 伟霄派遣使者聘请平宁人方望担任军师 方望建议伟霄 在平乡东郊兴建汉高祖刘邦纪庙 二十二日 祭祀汉高祖太宗侍族 伟霄等都称臣直士 杀马盟士 同心合力辅佐刘姓皇祖 向各郡各封国传递文告 声讨王莽罪行 统帅军队十万 击杀雍州牧陈庆 安定大隐王相 然后分别派出将领 攻打隆西 武都 金城 威武 张业 九泉 敦煌 全部攻克 最初 茂林公孙树当清水县长 以才能干练文明于世 后 吊升岛将军足政 郡府设于林琼 汉兵崛起时 南洋人宗成 商县人王臣 也起兵响应 夺取汉中 杀死王莽 雍部幕宋尊 集结数万人 公孙树派人迎接宗成等 宗成等到成都 劫夺抢掠 残暴蛮横 公孙树召集郡中豪杰 对他们说 天下人不堪新朝的迫害 怀念汉朝很久了 所以听说汉朝的将军来到 奔走相告 到道路上迎接 而今 人民无罪 妻子儿女 却受到凌辱 这些人是强盗 而不是义军 于是 派人假冒 更使政权的使者 授予公孙树 辅汉将军 蜀郡太守 兼一周目的印信 公孙树选派精兵 袭击宗成等 把他们杀死 兼兵了他们的部队 前汉朝中武侯刘望 在汝南起兵 盐游陈茂前往归赴 八月 刘望登吉 任命盐游当大司马 陈茂当丞相 王莽命太师王匡 国将埃章守卫洛阳 庚氏皇帝派遣定国上宫 王匡进攻洛阳 西平大将军身图剑 丞相司职李松 进攻武官 三府地区 为之震动 西县人邓叶和渝匡 在南乡起兵 以响应汉军 进攻武官都尉 朱蒙 朱蒙投降 进攻又对大副宋刚 把宋刚杀掉 向西挺进 攻陷湖险 王莽更加忧虑 不知所措 崔法说 五十后 国家有了大灾难 就用哭 向上天告哀来战胜他 应该祷告上天 祈求救助 王莽 于是率领群臣到南郊 陈述他承受扶命的 首尾经过 仰天大哭 声嘶气绝 伏地叩头 众儒生和老百姓 每天早晚汇集起来哭 给他们准备稀饭 哭得非常悲哀的人 被任命做郎官 郎官达到五千多人 王莽任命将军九人 都用虎 作为将军的名号 率领禁卫军精锐士兵 几万人向东方开去 把他们的妻子儿女 收容到皇宫里 作为人质 这时宫中储存的黄金 还有六十多万金 其他的贵重珍宝 差不多也是这个数目 王莽更加爱不释手 对九部将军部署 每人仅赏赐四千钱 大家很怨恨 毫无斗志 九虎将军到达华阴县回 恶手险要 鱼匡 邓业率军攻击他们 六位虎将军战败逃走 其中两位虎将军回到朝廷 接受死刑处分 王莽让使者责问他们 死的人在哪里 于是二人自杀 其他六位虎将军逃亡 还有三位虎将军收集散兵 保卫胃口精尸舱 邓业打开五关关门 迎接汉兵 李松率三千人抵达湖县 与邓业等会合 共同进攻京师舱 没有攻下 邓业任命红农元王县当校尉 率领数百人北渡卫河 进入左逢义境内 李松派遣偏将军韩晨等 一直向西推进到新丰 攻击王莽波水将军斗荣 斗荣败退 韩晨追击 直抵长门宫 王县部队推进到贫阳 沿途地方官府都迎而降服 各县大姓分别起兵 自称是汉朝将军 率领部中追随王县 李松邓业率军抵达华阴时 长安附近的部队 已从四方汇集到城下 大家听说 天水伟家军也将抵达 都争着要第一个入城 贪图建立大功和抢劫财宝 王莽赦免城里监狱的犯人 都发给武器杀猪银血 跟他们立誓说 如有不为新朝效力的人 射鬼嫉妒他 让庚使将军使臣率领了他们 这些人渡过魏桥都撕散逃跑了 只剩下使臣一个人回来 各路士兵挖掘王莽的妻子 儿子父亲祖父的坟墓 焚烧他们的棺材 以及酒庙明堂和僻庸 火光应召城中 九月初一 工程针队从宣平门铸城 张寒遇到士兵被杀 王毅 王林 王巡和运等人 分别带兵在北雀下抗击 恰好天黑 官府和豪门大宅的人 全都逃跑了 除二 城里青年朱棣和张宇等人 恐怕遭抢劫 奔跑喧哗 聚集成群 焚烧上方工厂门 用斧子劈开竞法殿的小门 喊道 反贼王莽 怎么不出来投降 大火蔓延到夜亭成名殿 这里是黄黄施主居住的地方 黄黄施主说 我还有什么脸面再见汉朝人 自己纵身投入火中而死